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大家请看基本对象的定义,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JSJava脚本基本对象的定义 这个地方咱们所说的基本对象可不是ES6的新概念class 那个是类加对象的实例 今天咱们讲的Java脚本的基本对象其实是在ES5中也存在 的这么一个基本对象,咱们来学习啊 好,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这里呢有三个变量 大家请看,标题,价格,出版社,title,press,publish,没问题吧 其实这三个变量呢,它是一本书的对象的三个属性 如果咱们这么使用的话,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很杂乱 代码可读性很差,而且呢没有从属关系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呢,在咱们实际变码过程中 咱们应该这样做,大家请看 我呢,声明一个book对象 然后呢,这个book对象里面,大家注意看 有这三个属性 同时呢,我这做一个to string函数呢,把它进行输出 大家应该学过ES5的方法都知道啊 在咱们这个ES5当中 如果有大括号括起来的 这么一个对象,这么一个变量 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对象 没问题吧 然后呢,咱们传进来三个变量 就是它三个属性 标题,价格,出版社 然后呢,我这地方还可以为这个对象定义一个函数 to string,干什么,去输出这本书的基本的信息 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应用到了这个对象自己的属性 title,就是这个 然后呢,价格,就是这个 我一个加了this,一个不加this 说明什么,让您看到它的区别 两种写法呢,都可以 同时,大家注意看 我向这个对象 再增加一些新的属性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想增加一个 这本书是什么语言 是英文还是中文 大家请看,就这么增加嘛 book 然后呢,加上一个中括号 类似于数组一样 里面呢,写上新属性名 后面跟上属性的值 这样的话,咱们就能用book.long 引用到这个属性 这就是Java教本对象非常灵活的地方 也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地方 好,接下来呢 咱们输出这个对象 同时呢,输出这个to string 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OK,这就是基本的Java教本的对象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今天的咱们的例子 OK,咱们试一下 好,马上运行 我开一个控制台 然后敲node.js 回撤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大括号中的这个部分 是哪 是这个地方输出的这个 book对象的完整的内容 没有问题吧 包括title属性 价格属性 publish属性 还有包括这个to string 函数属性 另外还有这个 我先加这个long属性 等于简体中文 没有问题吧 这个对象是原封不动的输出 然后呢 我再输出它的to string 这个to string很简单了 咱们输出一个log嘛 对不对 叫做什么 ES的逐游门到学会 这本书 不是到精通啊 到学会 卖25块钱 就这地方log的输出 加this 不加this 都能够引用到自己的成员变量 没有问题吧 OK 这就是简单的 Java教本对象的使用方式 这个虽然简单 但是呢 却非常非常的好用 常用 而且呢 它和Json是兼容 使用起来呢 跟Json对象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呢 我给您分享的Java教本对象 基本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今天我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YuKu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